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美丽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美女冲浪意外被鲨鱼困在消失上 经过一番斗志动有后成功从沙口逃生的冒险影片 影片一开始一个小男孩在沙滩上踢着足球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带着摄像头的头盔 打开摄像机 屏幕出现两个人在冲浪的画面 突然间一个人被拖入水中 一张血盆大狗朝他袭来 另一边 女主南希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来到了这片鲜为人知的沙滩 南希的朋友因为身体状况放了鸽子 她只好一个人前来 南希换好装备就游到了海面上 这里有两个同样爱好冲浪的小伙 在交谈中得知这边海域 海水清澈 海浪活跃 是个不可多得的冲浪胜地 这会正要涨潮 事不宜迟 交谈后南希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冲浪之旅 在玩了好一阵后 南希回到岸上和家人通过视频电话 然而这次交谈并不愉快 她和父亲因为退学的事情争吵起来 视频通话不欢而散 逆不得南希打算来到海边 打算再次下海冲浪 之前碰到的两个小伙 告诉她一定要赶在天黑之前上岸 南希自信满满地表示 放心吧 撑完最后一个浪我就回去 过了一阵 南希察觉到 不远处的海边似乎飘着什么东西 靠近后查看 发现是一只死掉的鲸鱼 身上的伤口在源源不断地流血 空中盘旋着各种海鸟 啃食着她的尸体 而此时的南希意识到了危险 她立刻爬到冲浪板上 打算趁着去浪回到岸边 可隐藏在巨浪下的鲨鱼 撞断了她的冲浪板 南希腿部严重受伤 血流不止 离岸边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于是南希只能拼命地游到了 鲸鱼的尸体上 南希拼命地照岸上的人呼喊求救 但是距离太远 他们根本无法听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二人下这里去 此时鲨鱼一直徘徊在鲸鱼尸体周围 等待机会吃掉南希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过了一会儿 潮水开始慢慢退去 海边上露出了一个礁石 南希看准时机 在鲨鱼撞散鲸鱼之前 涌到了露出水面的暗角上 南希的伤口由于刚才剧烈的运动 一段冲雪 她用耳环和针织品 忍着剧痛地将伤口红磕了起来 并把衣服的袖子扯下来包住伤口 随着夜色慢慢降低 南希只能尽可能地减少运动 保持热量 等到第二天日出 在下路里求救 隐约中 南希看到岸边 怕这只醉汉 便大声呼救 醉汉倒是听到了呼救声 但却趁火打劫 顺走了南希的手机和钱包 并且还贪心地 到海里拿走南希的冲浪板 结果被鲨鱼拦腰咬断 真的是报应啊 到了下午 昨天的两个小伙又来冲浪 南希拼命阻止他们靠近 二人以为南希是在邀请他们 于是越游越起劲 最后相继被潜伏的鲨鱼吃掉 按理说喂饱了的鲨鱼应该会有错 可他似乎并不是这么打算的 鲨鱼一直为之暗交 看来是不吃掉南希 不罢休了 南希趁鲨鱼不注意 拿到了两人的摄像头盔 在录了一段既是一言 又是求救信息之后 将头盔向海边狠狠地扔了出去 祈祷有人会捡到头盔 看到求救信息 随着海水开始涨潮 南希只能游到附近的游标上 利用水母出来活动 鲨鱼害怕水母的吸汇 南希好不容易游到了游标上 可是鲨鱼也跟了过来 并且不断地撞击游标 混乱中南希发现了游标自带的信号弹 在尝试向过往游船发射信号弹失败之后 南希朝着鲨鱼开了一枪 没想到意外地点燃了海边鲸鱼流出来的鱼油 被烧腾的鲨鱼愤怒无比 瞬间顶翻了游标 危机关头南希解开了游标的绳索 并随着铁链一路下潜 身后留下了一条血迹 鲨鱼随着血迹紧随气候 就在快到海底的时候 南希一个急停转身 鲨鱼一头撞在了海底的铁刺上 当场死亡 随后南希劈紧最后一点力气 又回了岸边 影片开头捡到头盔的小男孩 带着父亲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南希 故事的最后 顺利完成血液的南希 再次来到了那片海滩 腿上还留着被鲨鱼袭击的伤痕 面对曾经差点让它丧命的海滩 南希依然没有选择退缩 没想到这条穷凶极恶的鲨鱼 碰上了一个更加执着不服输的美女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